赌王去世遗产争夺战6月9号开启 二防御将四太踢出局 赌王去世几天之后 有关于赌王留下的巨额遗产 如何分配呢 也引发了很大的热议 毕竟呢 赌王一生娶了四个太太 有着17个子女 而在巨额遗产的面前 每一个人都希望 自己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 从几房之间的明争暗斗 再到每一房子女的互相争斗啊 这场的争家产大赛 再次在赌王去世之后 拉开了序幕 在赌王生前 几房太太呢 就开始了争家产 何游君在昨天的常文当中 也曾经提到过 在自己15岁的时候 家族就开始了争家产的风波 何游君还表示啊 那时候自己呢 只能够通过考上剑桥 来改变 因为父亲之前 花高价投资牛津等学校 只是为了儿女们能够考上 而何游君 则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考上剑桥的 而何游君呢 15岁的那一年 也正是赌王开始生病的那几年 原来在赌王开始生病的时候 几房太太就已经虎视眈眈的 定上了她的财产 不过何游君 虽然暗示自己的哥哥姐姐们 比不上自己 之前何游君 也被二房的女儿何超姨嘲讽 何超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自己根本就和何游君不熟 甚至直言不认识她 和她不熟 这样的话语啊 似乎也加剧了 二房与四房之间的明争暗动 不过为了能够让家族里的 每一个子女都有财产宝藏 赌王生前呢 就设置了信托基金 5月7号 就信托基金的分配问题 长房子女呢 却内部有了矛盾 长房现在呢 仅有两个女儿 信托资金由长女何超贤把控 但是小女儿何超熊 认为姐姐没有分配给自己 应该有的钱财 自己甚至是没有钱看病了 甚至直接将何超贤告上了法庭 赌王生前留下的价值最高的财产 便是澳门博彩的股份 据悉该公司公布啊 即将在6月9号举行成员大会 而分配到该公司股份的 二房和四房都将重新选举 执行董事 大房早已经退出了 增加产的风波 三房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上 现在二房趋势正猛 女儿何超穷 更是成为了现在 整个家族的化石人 而何超穷和哥哥何又龙 更是拿到了价值高达 几百亿元的财产 这场即将在6月9号开启的会议 二房和四房的到场 必定将掀起 腥风血雨 现在二房来势汹汹 甚至与三房联合 四房啊 则显得孤立无缘许多了 这场会议可能呢 也是二房对于四房 发起进攻的机会 如果四泰被踢出去的话 那么即便他拥有 很多的澳博的股份 那么也要认二房为所欲为了 二房发新股 西博四泰的股份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 斯泰呢也会毫无反击之力的 而这一场的 增加产风波 谁将会胜利呢 再要看6月9号的最后结果了